現在成功的班鍵是試試細心 還有堅持work hard, play hard, 保持心境健身 好,我們有請Danny 大家好,我是Danny 其實我入了會三年 這個不知道是第五個還是第六個表演 可能有些舊會員會覺得悶 Family Hobbies 看到了 其實說回一點背景 我從事地財生意的行業 已經超過二十年了 即機緣巧合 有Head Hunter 找我去Jardine 做一個Salesman 在1994年的時候 我就開始接觸了Foreign 地板 第一次做地毯 做了兩年之後 就很慶幸給歐洲廠 就recruit了去做一個亞洲代表 我從1996年到2012年 這段期間 都是代表一些品牌 在香港、亞洲 做一些Technical Support 做到年紀都差不多了 希望有自己的事業 那2012年的時候 我就決心出來自己做一些生意 當然都是做Foreign這個行業 就是我的專長 那段期間 有人養的那段期間 我當然有很多機會去Travel 去廠看到一些 譬如有些Training 甚至有些鋪地板 假設我是認識的 不過就不理會 我們有機會 接觸了所有 大部分地材的生產 地材很簡單 就是大家眼見的地毯 地板 可以細分一點 例如有羊毛地毯 有些高級一點的Vinyl Floor 再加上有些運動地板 草地 那我就少做石 磚類或者木類 我都不多的 那些是另一個磚科 那些小量的品牌 那其餘那些 主要都是做入口的 那當然了現在 時勢悲人 國產我都會開始有代理的了 那國產現在的質素 是比某些入口的東西更高的 那我有少少的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譬如大家熟悉的 香港國際機場 那其實我 過去那十幾年 我都有招呼著它 那例如 你們來港的時候 那四個大門口 裏面的Foreign 都是我一手處理的 那還有一些登基橋 近幾年它都重新翻新過 那些加地板 和這些特板的地材 都是我供應的 那還有在機場 裡面去廁所 門口的拆腳尖 那些門口尖 防水尖 都是我處理的 那還有一些 譬如馬尼達機場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有沒有人認得 是什麼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啟德機場 我一入行 就開始要照顧這個機場 1994年開始 所有地毯 地毯 都會由我開始去照顧 那還有首都機場 08年奧運 北京趕開奧運的時候 這個機場 很大聲的 那裡有160條登基橋 裡面的地毯 都是我大堆上去做的 那除了一些大型基劫項目 那我就會照顧一般的商業客戶 譬如有些 Starbucks Starbucks 有些商場裡面的 大型的 Starbucks 商店 甚至有些出名的 Architects Adex Bandloy 那些所有的 Reception Area 都是我做的 那現在近年 又多了一些 做一些新樓盤 譬如嘉里 新樓機裡面的 啟德 何文田 那類的 高級會所 裡面的 Gym Room 或者Play Room 都有做的 那除了室內的東西 那我現在又多了一些 室外戶外的 運動地板 安全地戰 那有球場的 有人做草 真草我就少做 那當然可以介紹的 那還有一些 Playground的活動交戰 那交戰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要注意到那些 設施的高度 那個交戰的厚度 是有指引的 譬如那些小朋友 兩三歲玩的 那些矮矮的 那些交戰就不用那麼厚 那如果你說有些爬梯 那些 那些交戰可能需要厚很多 那近期呢 那些會友都很幫忙 那就是有幫我忙 那這個就是Martin 之前做的 波符林的一個 酒店項目的天台 那 鋪了一些人做草 那這個就是將軍路一間 國際幼稚園的 班房出面的走廊 用來鋪了 那還有 Vincent 這個 Hundred miles的 商鋪 那我跟他做了一個 機場跑道 那還有這個暑假呢 就完成了 普林國的一個幼稚園 這個是Martin的學目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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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門口煎 其實門口煎是很講學問的 門口煎不是說 你在街邊 看見地毯店門口 搭著10元一件 20元一件 拿的就是門口煎 其實那些是鋪剩的稅料 一般地毯 其實門口煎也有些學問 那我剛才提過 那機場 其實香港機場 由啟德到現在的新機場 他都慶幸 他堅持用我這個地毯 這個門口煎 這個門口煎是比較特別的 一會兒我會有一點知識 可以介紹給大家 包括登基橋 因為登基橋也算是門口 每個客人每個旅客 來到香港第一步 乘上去就是登基橋 那我就是叫香港的門口 OK 那我今天 尋例都要有些小知識 那entrance man 什麼叫entrance man 其實是否真的 在街邊買一件 兩尺成三尺的門口 放在家門口 就是門口煎 有時候你覺得它越用 越乾淨 不是越髒 因為它做不到 越用越髒的門口煎 就是門口煎 OK 簡單說 因為普遍國外 就會分三個地 三個區域的門口煎 第一個 就是通常在物業的外面 露天的位置 因為很多地方都會下雪 或者有風沙 其實最外邊 安全性要求高些 即是防線 擦腳 擦走大粒的泥塵 那一個zone 2 就是用來吸水 你下大雨的時間 用來吸水 zone 3 這個要求高些 就是 直接鋪到進去reception 可以 那變成有什麼好處 門口煎 門口煎 擦乾淨你的腳的時候 你室內的辦公室 大廈就會比較乾淨 平時一年 你要洗三次來煎 大型一點的清洗 但如果你用一些合式的門口煎 你可能一年只需要洗一次 即是和你省到六七成的錢 所以門口煎 你肯洗錢去門口煎 其實你省的錢 比買門口煎的更多 這就是這個概念 我過往十幾二十年 都是這樣 attribate客的 大型一點的門口 例如這個就是 背沙灣 數碼港所有商業大廈 門口都會放一件合式的門口煎 這些就是Pract Manager 例如三文字店 甚至乎後門 後門有些出入貨倉位 都需要有門口煎這個產品 去到Song 2 這個其實早年機場 香港機場 早年的鋪都是一隻門口煎 整個area都是煎 另外是登基橋 登基橋也是全部地煎 一般的雙鋪門口煎 其實門口煎你知不知有什麼需要呢 就是一般地煎 其實兩大類 cut power loop power 即是剪毛的和圈涌的 你覺得哪一隻 做門口煎會比較好些 即是線頭是圈的或者是cut的 我錯了 應該是cut的 cut之餘 還要是twist的 還要是彎彎彎彎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表面會覺得很密 密度很高 但其實它裏面有足夠空間 有足夠空間 用來儲存沙泥或者水分 這個答案 除了它的積化之外 還有一些Lylon的形狀 傳統地煎的Lylon 就是圓柱底的 那條Lylon 現在做門口煎 是需要一些三環形 四環形的 其實Lylon有很多不同的形態 因為它的接觸面多了 可以磨擦沙泥的功能會大了 還有儲存的空間會更多 我現在做的一隻門口煎 可以一個 一公尺可以藏到六L水 六L水你可以想像到有多少 或者五公斤的沙泥 一個平方米 變成合式的門口煎 就可以幫到你了 不會帶到很多污漬在裡面 這些是傳統的3M門口煎 我也有賣的 我現在做的這隻 荷蘭製的 當然有些客戶喜歡把Logo 放在門口 放在地毯上 這些我都有這個服務的 今期我 老規矩 我也是做一些推廣 這隻門口煎 兩尺乘三尺 380元 這個是一五年 一六年的價 我沒有變過 所有的表演 還有三尺乘五尺 只需要980元 是不是之前真的貴 不是 一路加6 我貨多 我坐貨多 我坐貨 Sorry 有些特別的尺寸 有需要的 可以和我聊 我可以再報價 今天的分享是這麽多 我需要的客戶 都是廣大的朋友 商業客戶 我都很需要 Thank you 謝謝